用铁顶作为礼器来陪葬 这魏家庄汉木的主人的葬仪很奢侈啊 而且随着接下来的发掘 考古专家们发现不光是奢侈啊 这还是一群胆肥不怕死的主 什么意思呢 您往这看 这是在M120号木附近发现的一件铁制随葬品 跟之前发现的铁顶完全不同 可以说这是一件在此前所有的西汉木葬考古工作当中 从未出现过的气形 根据它的外形和相关史料 考古专家迅速对这件铁器做出了鉴定 最终确定这是一只铁炉 炉身近似圆形 上宽下窄 高24厘米 总长50厘米 铁炉一侧 附有长方形的火门 对侧做了一个向下弯曲的烟道 说到这儿有观众要疑惑了 咱们今天生活中使用的炉子 烟道方向不都是统一向上的吗 你想想那个场景啊 屋里边烧水做饭 屋顶上升起鸟鸟吹烟 应该都是往上飘的呀 眼前这只铁路的烟道 为什么不走寻常路 而且如此的违背原理的设计 是怎么把烟气排出室外的呢 这一点考古专家都是给出了解释 原来你都是西地而作 这个案子也是比较矮的 所以说是它应该是放在屋里边 座子上面的 它这设计的也非常的人形化 它怪不怪你是冲下的 因为它这种炉子 它不需要大烟大火 有下边你再用其他的材料 把它引到这个室外 根据考古专家推测 这只铁路很有可能是 当时放在室内餐桌旁使用的造具 在地面的下头 应该会有跟铁路相配合的烟道 炉子里头的高温远远高于外头 热浪火斜的烟尘往下走 一路奔袭到达户外出口的时候 烟尘就离开烟道 消散在空气当中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十分巧妙的设计 因为只要这个烟道有良好的密闭性 不光能够排烟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那就是热浪在通过地下烟道的时候 热力是向上蔓延的 慢慢溢出地表 屋子里边就会感觉到暖哄哄的 您可以理解为 现在咱们北方家庭当中 经常使用的一种取暖方式 叫地暖吗 当然了 用一个铁炉当地暖 这个事搁在今天 只要你愿意 你有钱你随便用 谈不上什么不要命什么的 胆肥之类的说法 但是在那个年代不一样 你要知道 两千多年前 那是一个青铜时代 向铁器时代过渡的历史时机 铁器在生活当中几乎是担任着 无所不能的角色 比如说战国晚期的时候 战乱平仁 将士们就发现铁质的兵器 相较轻轻轻化更加坚韧和锋利 到了西汉初年秀养生息 铁质农具的出现 也让更多的荒地被快速的开垦等等 就因为这些在当时看来超乎寻常的功用 让西汉王朝产生了恐慌 国家很快就出面 垄断了铁 与此同时 一纸禁令发了下来 说民间呢 是私质铁器已经发现 将被堕下脚趾 绝不姑息 您想想看呢 在铁禁律法如此严苛的汉初 这个魏家庄墓主人 竟然敢把铁做成陪葬品 以供他们在极乐世界继续享用 如此公然违背当时的规制 杀头灭族的有可能 这胆儿能够肥吗